大家好 芒果呢很多话也都爱吃 那么吃剩下的芒果呢很多话也都是直接扔掉的 那么其实呢 如果你想自己栽种的话呢 我们可以将这个吃剩下的芒果壳留下来 然后呢 可以拿来繁殖一棵芒果树 那么这个芒果壳我们应该如何处理 如何来繁殖呢 首先呢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芒果壳我们应该如何处理 首先芒果壳一定要啊 清洗干净 然后呢 我们最好就是用一把剪刀 将它表成了这个膜也给它剪掉 如果你不剪掉的话呢 可能它就算是长芽的话也是非常的慢 所以呢 一定要把它先剪掉 那么我们在剪之前呢 这个剪刀一定要经过这个消毒处理 我们呢 可以用酒精来消毒 那么削好毒之后呢 我们一定要等到它自然阴干了之后呢 然后呢 我们再来剪这个芒果壳 剪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不要剪到里面这个芒果的这个壳了 我们直接把它外壳给它剪掉就可以了 然后把里面的这个包出来 这样呢 就已经取出来了 那么我们再来做第二步 第二步呢 就是准备好这个扁插的机制 这个机制呢 我选择用的是核砂 那么我们在用核砂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将这个核砂放在太阳底下 暴晒砂菌之后呢 我们才能够使用 要不然的话呢 我们在繁殖的时候呢 可能很容易自身一些病菌 然后呢 导致这个繁殖失败 那么我们给它处理好之后呢 就先来给它浇一次透水 那么之后呢 我们再来处理这个芒果壳 那么芒果壳的话呢 我们要用一张纸巾包住 因为纸巾呢 这个保湿性是非常好的 我们呢 就把它包住 然后呢 放在这个核砂上面 然后呢 再给它在这个核砂上面呢 喷洒水 这个芒果核上面喷洒水 纸巾上面也要喷上水 这样喷上水的是为了做一个更好的保湿 因为它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呢 更容易长牙 那么我们在喷好之后呢 就用一个保鲜袋把它套住 这样呢 可以起来一个很好的保湿效果 然后呢 我们就基本上不用管它 把它放在一个阴凉通风的地方就可以了 如果盆土里面呢 它这个里面呢 已经干了 我们就要及时的给它喷上水就可以了 那么这一个的话呢 是我前一个多星期 大概10天左右 然后呢 做的这个芒果的繁殖 然后呢 现在是已经长牙了 它在7天左右的时候呢 就已经开始长牙 现在是已经第10天 这个牙呢 已经长得非常的好 大家可以看 这个牙呢 现在的长势是非常的好的 所以我们在繁殖这个芒果壳的时候呢 大家就一定要注意好保湿 如果这个芒果啊 就算呢 繁殖成功 它长成一颗小苗之后呢 要想让结果的话呢 可能还是需要非常长的时间 那么我们呢 就可以采取这个嫁接的方式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它第二年就可以结果了 所以呢 想要繁殖这个芒果壳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只需要呢 给这个芒果壳剪一刀 然后呢 做好一个保湿工作 这样7天左右 它就能够发芽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